我可以了 開始了哈 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冰市日 早上的話這一台是WA2 那這台WA2算是小改款之後的了 它的一個動力的版本呢 分佈的相當相當的廣 最廣為熱血的車友 津津樂道的應該是西裝暴徒 那所謂西裝暴徒就是這台車 有一個係數最大的是163 它大概好像五六百匹馬力吧 所以動力的版本的話分佈的相當 那這台車其實經理覺得 它最讓我自己覺得欣賞的地方 是它這一台E-Class的果戰力 非常非常好 所以就會受到很大市場的歡迎 那這一台是小改款之後的 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在WA2的前面的話還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到了新款的W213 像好像我們前兩三個禮拜之前有直播的W213 143也好 四驅的 二驅的也好 它的前方都已經改成是一個 A倍的系統 雙A倍的系統 那W205 W213的底盤架構啊全部都是共用的 所以新一代的世代的舒適度的話 恐怕沒有像W212那麼好 可是W213的一個操控性的話 反倒是比較好的 那它的前面麥花城的懸吊系統在這裡 這個是前方 它的上座還蠻大顆的 很大一顆 那KD的話有好幾個版本 然後有沿用上座的版本 還有是通常都是把它改成直捲式彈簧 然後配上8公斤 10公斤之類的規格 直捲式的彈簧 變成是阻尼也可以調整 有附上座直捲彈簧 然後高低的話也能調整 那梨仔串的話 KD會附一個新品 剛好這個梨仔串壞的還蠻嚴重 這整個一個球頭機構都已經破損掉了 這個應該差不多會有異音的 但這一套的一個改裝便宜器 KD是有附比較短的梨仔串的 所以也不用再多花錢買梨仔串 這個都還是原廠的 這個都還是原廠的梨仔串 後方的懸吊系統 在這裡 這一台的車友其實 原來就已經有改裝了短彈簧 那短彈簧有反應說是 它的乘坐感覺的話不如預期 所以車友的話 索性就把它套換成整套 都是KT的一個懸吊系統 但這個彈簧也不便宜 這個是德國愛把的 這個是德國愛把的 但是乘坐感覺的話是不如車友預期 所以車友是說剛開始裝的時候是還好 但是裝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可是這台車的行程 如果裝短彈簧應該是夠用的 是可以改短彈簧 只是短彈簧會讓童身的一個使用的周期 會縮短 因為它的彈簧的一個長度變短了 所以它作動的行程 向後方的話 就比較有可能貼著滿頭在跑 或者是如果經常性載重的話 就比較有可能會有觸底的狀況 所以剛開始裝還好 但車友說有反應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有摔退的狀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KT裝上車的樣子 這台車後方我們是配置15公斤 這個是後方原來的避震器 KT的話是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阻尼調整的地方 軟硬調整的地方是在上座下方這裡 所以這個阻尼用了一段時間 阻尼其實就很像是經典的一個歐系車的底盤 那這個世代的後懸吊系統的柱尼 還比較弱 如果到了W213 或者是C-Class的W205 205跟213的底盤剛剛有提到過了 底盤是共用的 它的阻尼的話做得非常硬 如果之前有看過經理直播 過W205的或者是W213就有提起了 後方的桶身在這裡 這裡的主架構跟新世代的W23是改變不大 最主要改變的應該是前面 那後面的一個支幣上支幣的系統 在這裡 這個桶身上方會設一個阻尼調整旋鈕在這個上方 那這條彈簧是250厚15公斤 這裡有附一些專用的橡皮 所以上橡皮的話是不需要沿用 這裡有一盒橡皮墊 因為都是黑色的所以看不太出來 這裡 那這個HiloKey在這邊 這個彈簧後彈簧 下橡皮的話就要沿用原廠的 下橡皮 那這台車的底盤 也都還維持原廠的17吋 17吋的輪胎底圈 這是22545的 還是245 245、4、5、17 245、4、5、17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一樣是分開獨立的懸吊系統 所以如果這台車的桶身一樣 我們不要把它說得太短了 我們快來看前面了 前方的話 鏡頭從這裡排過來 這裡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它的上座很大一顆 那這個就是KT所附的一個 一個新的強化上座 這裡有一個旋鈕 因為這個上座的面積很大 所以這樣介紹起來還蠻簡單 所以我們看也能夠一目了然 這個是旋鈕 這個旋鈕 往順時針H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來做調整 那上座的話有三顆螺絲 這三顆螺絲 沿用原廠的就好了 這個是W212的前面的上座 這台也是 應該是以200 這裡也有渦輪 這台是什麼規格 這台是以200 所以是1600cc 2016年 這個算是W212最後一個年份 2016年 算是212的小改款 因為212比較早期的話 頭燈還有尾燈的話 形式都不太一樣 然後這裡的話 前面 前面是麥花城的 這裡改成是紙捲式的彈簧 讓它的一個乘坐感的話 會更舒服一點 那離仔串的話 要換原廠的 它的腳啊 它的形式很特殊 這個你從這邊拍過來看看 拍得到嗎 這裡 因為這個零件都是 這台車所專用的一些規格 離仔串的話 要換短一點點 KT有付不用再多花費用 有有 拍得到 好 那車高的調整 前面是麥花城 比較簡單 這台車我們好像沒有做過實播吧 所以我們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再跟各位來做一下介紹 像是KT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阻尼油的重要性 就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一樣 我們的阻尼油使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力 像是在義大利 有一個知名重機的品牌 Aprilia 它所使用的前叉 還有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都是使用義大利IP的油品 這個不是授權來台灣做滾裝的油品 是一整桶進口來台灣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像是裡面所使用的油風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油風的品質的話都算是日本數一數二的 所以整體的品質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KT今天錄影或者是直播這個地方 是在台灣的台中 這裡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我們從北 台灣的北端到南端 都分別有一個銷售的據點 或者是經銷商可以跟大家來做服務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底盤上的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謝謝 掰掰